太极巴法里面的靠再来练习一遍 你的架势还是动作还是非常的干脆 那么西西因为你练功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 然后你的动作也是非常干净利落 而且你通过这两三年的时间练习 你的所有的就是我们说定架子的这一个过程 你已经过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和师弟师妹们 的区别就要区分开了 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表现的太极权一定是有内境 有更深层次的一种体现和你的感悟了 而不只是停留 永远停留在外形的动作上面 所以你还记得三峰祖师曾经说过有一段话 就是关于内山河的 全未道而易先道这一段还记得吗 全未道而易先道 全不到而易易道也 易者神之时也 神气既够而太极之未定 这一段话呢 从前面两句来说 字面意思特别好理解 但是后面这一段话是非常非常有内涵的 它就是 关于道的第一是包含了我们太极权讲的内山河 就是心与易河 易与其河 气与易河 那么我经常讲内山河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告诉我们易先道 而且心和意识相合的 心道 易道 易道 气道 气道 力道 所以你看 我们的全未道而易先道 全不到而易易道一 就是我们说 我们充全的时候 我们的心一定是先道 打个比方 我们在那个相互卫招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去伸手打你的眼睛 或者去摸一下你的耳朵 打一下你的耳朵 我要伸手去拿一杯水 我的心里面先是锁定 这里有一杯水 心 意 气 力它是同时道的 就比如我们推测也是一样 我们先深吸一口气 然后以气吹力一定是我们的气息和意念 它支持我们整个身体的一种 静力的变化 对 这是前面比较好理解的一面 那么到后面就是说 太极之未定 它是包含了有两个面 阴阳两个面 就是神和气 力和意 就是这一定是 它永远都是一体的 都是一个母子关系 如果神气不能够相容 我们的意念和我们的气血 不能够相容的话 那么我们永远 念太极拳的时候 都只是在念太极操 它没有内外相和 它其实告诉我们 就是一种内外相和的一种静 所以在念太极拳 这个背靠的时候 就是任何时候 我们的一定是心 在我们意念之前 比如说 你看你刚才去练习的时候 你伸这一只手 你都在自己的中线 或者在自己的右边 伸起你不知道这只手 是干什么 对不对 那么在伸手的过程中 比如说冲拳 它就是一个格挡 所以格挡它是你看 它是从旁边画一个圈 你的手格挡开 它只是格挡开 这么一点点 刚好过我自己的身体就够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有一个续静 还是一个续静的过程 一格挡 就是一个续静 开始一气呵成 就是一定是你的心在前 然后让我们的意念 导引我们的气血 一气呵成 手眼生化不同时到 就是非常干脆 松沉 松透的一个静 好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遍 好 对 全未到一心到 应念 要想着下一个动作 已经心里面有了 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经常说的 眼前无人是有人 对 好 走 一 好 松 接手 走 背靠 对 它这里 有一个小的松层 一个洞间